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天花现在很少有同学知道了 我们这一个图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小朋友换天花的过程 过去我们中国人叫天花 叫出豆 我们可以看这个小朋友身上长了很多豆 后来全身都出了豆 都长了很多豆 那么天花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肆虐 在三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以及古印度 古埃及 都有了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记录 那么在印度的话呢 甚至有一个天花女神 那么在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 罗马帝国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天花流行 饱受天花的肆虐 在公元六世纪的时候 非洲爆发天花 那么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 欧洲又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天花 到公元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 天花传入大洋洲 那么在西半球肆虐 所以在人类历史上 天花多次肆虐 那么在我们中国 我们也知道 天花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疾病 是个传染病 我们大家都知道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叫康熙 那么为什么选择康熙作为一个皇帝呢 我们知道康熙的祖母叫孝庄 那么孝庄为什么选择康熙作为这一个皇太子 最后成为皇帝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康熙小的时候出过斗 也就是说得过天花 那么他小时候出过斗 得过天花 也就意味着他以后再不会出天花 而因为出天花而导致生命的危险 因为这个王储或者说这一个将来要当皇帝的人 他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孝庄就选择了康熙作为皇太子 那么康熙在位的时候 修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山庄 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 我们知道康庸前时代 慢慢就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承德避暑山庄 那么承德避暑山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接待外藩到清朝的这些朝境的团队 我们知道清朝当时的疆域非常大 有很多外藩 那么这些外藩来朝境清朝皇帝的时候 是不能够直接进入到北京城的 为什么呢 就是怕他们把一些病毒或者怕一些致病的微生物 或者说把传染病 特别是天花带到京城里来 或者带到皇城里去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在承德修了一个避暑山庄 那么这个避暑山庄除了避暑之外 就是皇帝到这个地方去接待外藩的朝境 所以说我们讲避暑山庄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天花对人类的侍略非常厉害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的长辈里边 有些人小的时候得过天花 那么这个时候会在他体表留下一些 出过天花的印记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出豆嘛 出了豆脸上就会结一个茄 那么结一个茄以后呢 长大以后这个疤痕就还在 所以我们往往就会叫这些人 除了天花的人 长了茄的人 脸上有疤痕的人 我们会叫他什么什么麻子 也就是他脸上有麻子 有一个印记 那么人类很早就在探索 怎么样去防治或者对付这个天花 据现在的记录来看的话 我们人最早探索预防天花 是在中国的宋朝宋真宗时期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发明了人痘接种 那么什么叫人痘接种呢 就是选择那些得过天花的 或者正在换天花的那些小孩 那么这个天花又没有使他致死 就是没有让那个小孩死掉 这个小孩得了天花 他还能够活下来 那么就从他身上的那个茄里边 也就是那个痘里边取出这些僵肢 然后用一个小管 吹到健康人的鼻孔里边去 那么也就是说 用人为选择毒性小的天花病毒 在我们人体内造成一次 清醒的天花感染 通过这个接种之后的话呢 会留下一些疤痕 留下一个疤痕 那么留下一个疤痕 这个时候我们讲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了 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呢 也有危险 危险就是什么呢 假如我取的那一个天花病毒 它是一个毒性很强的病毒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一种人为的感染 那么这个接种的人 健康的人 他就会死掉 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呢 在当时已经开始有这种方法的使用 用来防治天花 那么甚至我们中国人 还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有湿豆法和干豆法 湿豆法就是用那个姜 干豆法呢 就是用干了以后的那个粉 所以说我们讲古代人还是很聪明的 那么后来呢 有一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呢 叫詹娜 他就发明了牛豆疫苗 也就是说 从我们中国种人豆 到英国人发现了种牛豆 那么这个英国人詹娜 他在1796年的时候 发明了牛豆疫苗 那么詹娜是怎么会想到用牛豆疫苗呢 就是用这一个牛豆的方法 让人来防治天花呢 那么詹娜是一个乡村医生 在英国的农村里面呢 当时养了很多奶牛 那么这个牛 他也会得天花 叫牛天花 那么牛天花 它主要 起豆的部位 是在奶牛的乳房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那些养牛肠里面的那些挤奶女工 他们就很容易在挤奶的过程中间 受到传染 但是传染上牛豆以后的话呢 反而这些女工 他就不容易得人类得的那种天花 这个时候詹娜就在想 问我能不能够用这种方法 去做一些疫苗 做这个疫苗 从而使人 也就是保护人 不换天花呢 詹娜就做了一些尝试 就从那些感染上牛豆的那些女工 那些挤奶的女工手上 就把那一个豆里面的姜取出来 然后呢 在人的身体上切一个小口子 然后把这个姜滴进去 让健康的人 人为的患上一次 或者说接触到这样一个牛的天花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以后 诶 实验很成功 以后人就不会得天花了 那么这种疫苗的发明 就使得天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首先是在英国得到了推广 后来在欧洲得到了推广 那么这种方法一直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天花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被完全控制住了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宣布 天花已经灭绝了 当然 天花病毒目前还在世界上的两个实验室 保存有样本 也就是在俄罗斯和美国各有一个实验室 保存有样本 那么科学界对这个事情争议很大 科学界就认为 这个病毒对人类是有害的 我们应该把它 一方面就认为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病毒完全去掉 把它完全毁掉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不要再有天花这个病毒 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就认为 任何一个物种在世界上 它是等价的 在生物多样性上 它是等价的 那么作为天花这个病毒 这个物种的话 我们不能随便把它完全灭绝掉 实验室还是要保存着 也许将来它对我们人类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我们想不到的用处 那么这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世界上对不同物种 我们是根据人类自己的价值观 来判定 它是好还是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对大熊猫的关注 比其他物种的关注就要多得多 因此从生物多样性上来说的话 一部分学者就认为 这一个天花病毒 仍然应该保留在实验室里边 我看到的资料 目前这个事情还在争论 那么免疫 我们讲了 从禽纳开始用牛豆 开始种牛豆 我们实际上人类就开始了 有关免疫与疾病之间的探索 那么截止到2016年 因免疫以及相关疾病研究 而获得诺贝尔奖 下一节我们就来讲一讲免疫学的诞生